欢迎大家收看《移民好头条》 你给我一分钟 我给你最新的移民资讯 我是你的报导员 Andrew 洛立江 经过加拿大其中一个网站的公布 在2022年或往后的日子里面 加拿大最受欢迎的25个职业 包括这些职业 大家会发现这些职业 最重要的是IT仍然是领导很多的职业 例如Web Developer、Software Engineer 但是保持第二位 很多都是一些盟职或行政上的工作 例如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Receptionist 但是最有趣的是 General Labor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General Labor是什么? 一般性的工人 例如工厂工人 搬运工人 运输工人 等等 而一些专业性的职业 例如会计师 Financial Advisor 或者 Merchandiser 这些香港人业会的职业 在加拿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 如果各位想通过读书移民去加拿大 又怕读完书之后找不到工作 那我们建议大家 根据这些职业需求选取读书的方法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做Web Developer 你当然要读两年的Web Development Program 如果你想做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或者Receptionist 你可以选两年的行政课程来读 所以好好及早计划 你读什么课程 对你将来会很有帮助 以上资讯于加拿大移民 我公布为准 祝你申请顺利